全油管最快新闻 银行高管被判入狱24年 利用杀猪盘骗局损失4700万美元 堪萨斯州的一名男子利用他所负责的银行的资金 将4710万美元投入到一个杀猪盘骗局中 被判入狱24年 山·海内斯是小型Heartland Tri-State银行的前首席执行官 在将资金转入骗子的加密账户后 他承认犯有挪用公款罪,导致银行倒闭 据NBC新闻报道 海内斯上了一个杀猪盘骗局的档 该骗局让他购买加密货币 这则新闻揭露了杀猪盘骗局的危害性和银行高管的贪婪 他也提醒人们要警惕这种骗局 并且要保护自己的财务安全 这则新闻值得关注 因为他表明了金融机构的责任和个人行为的重要性 订阅新闻急速地最先知晓天下时